逆剑狂神,第七千三百九十一章,对战,圣天真神,三,飞仙台的大战,彻底地爆发了,十分地震撼,然而,并没有和往生营的这些强者,想得一样,他们能够请客间,就灭掉对方,他们发现,这些人似乎挡住了阵法,这太不可思议了,对方虽然有几个真神, 可是,他们这边的天师,数量也很多啊,二品天师都有好几个,更别说其他的那些顶级阵法师了,在动用这里的天地力量,以及天眼大战的威力,想要灭杀这些人,还不是一如反掌,可是,很快他们发现错了,对方并没有陨落,而是抵挡了下来,该死的,是那些武器的原因,红发老者,眉头紧紧地皱起, 这些武器的来历,似乎十分地不一般吧,没错,在远处,还有着一个厉害的天师,这是一名女子,她这两个手掌的掌心之中,长着两个眼睛,一个黑色的眼睛,一个白色的眼睛,此刻,两个眼睛上面,闪烁着不停的符纹, 这名神秘的女子说道,那柄断刀,好像是麒麟刀,拥有超强的战力,一刀斩下,能够破碎天地,她手掌的眼睛,又盯住了另外一方天地,她快速地说道,至于那方顶,好像是虚天顶,能够融入到虚空之中,虚实转换, 至于那大旗一般的东西,那是万妖帆,能够幻化出无数的妖兽之魂,还有一方大印,那是仁皇印,带有天地浩然之力,这四件神器,不弱于真神,甚至比一般的真神还要强大,他们拥有神秘莫测的力量,至于和萧若水前辈战斗的那件武器,如果我猜得不错,应该是传说中的玄天斩铃剑,这名女子的话,让往生营的人, 都惊呆了,一件件武器,都非常的厉害,而且很有名,只是让他们疑惑的是,这些武器,不都是在天渊里面吗?尤其是那玄天斩铃剑,据说已经消失很多万年了,没想到,竟然又出现了,这些武器,竟然和这些从外界来的人,联手了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,大家全力地出手吧,务必要压制他们,如果真的做不到, 就把他们传送到飞仙台里面,不过,这是最后的办法了,不到万不得已,不能轻易施展,神秘女子皱眉说道,红发老者则是说,也不要这么悲观, 我们未必会输,你别忘了,我们有无上者,和两个三品天师,我就不信,对方能抗衡得住,也是,短时间内,这些人或许能够抗衡,可是,时间一长,这些人必死无疑, 所以,林轩这边,确实感受到了危机,对方抬手,凝聚形成了一个古老的符纹,就带有毁灭般的力量,从天空中落下来的时候,让他的身躯,都微微地颤抖了起来, 这股力量,竟然如此的可怕,林轩不敢有丝毫的大意,剑化太极,形成了一方太极图,朝着前方快速地冲了过去,太极图,直接冲向了云霄,不停地旋转,阴阳之力,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,太极两仪,以柔克刚,来对抗那毁灭般的力量, 两者碰撞,那是无声的碰撞,整个世界,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,无数大裂痕,席卷四方,原本在他们周围,还有一些人在战斗,可是,他们立刻就被这股力量,给轰飞出去了,大口吐血,再也没有人,敢靠近这两个人,直接那太极图,剧烈地翻滚,仿佛化成了一片深渊大海,要吞没那股毁灭的力量, 然而,这股毁灭的力量太过恐怖,打得这太极图,剧烈地晃动,还有一些力量飞舞了出来,立刻就让天地毁灭, 林轩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眉头紧紧地皱起,手中长剑,再次斩出,日月同天,太极图,绽放出亿万道光芒,飞出了无数的剑气,化成了月亮和太阳,在天地间旋转,林轩彻底施展两仪剑法, 又是两道黑白的身影,飞了出来,他们越过了,这古老的符文,杀向了天空,他们想要击杀圣天真神,圣天真神,眉头微微地皱起,没想到,竟然没能秒杀对方,作为无上者,这让他无法忍受, 尤其是看到对方,竟然敢主动杀来,他更是愤怒无比,手指一弹,又是两个灭字符文,冲了过来,打在了两道黑白身影之上,那两道身影,剧烈地晃动, 随后化为云烟,消散在虚空之中,竟然被破掉了吗,林轩眉头紧紧地皱起,这可不是普通的攻击,这是阴阳齐天,威力无双, 没想到,竟然会被对方轻易地破掉,果然是一个绝世强者,比任天悦强大的太多了,小马爷,你也比我想象中的要强,你的剑法,我很感兴趣,不知道接下来,你能不能抵挡得住,因为我要全力出手了,圣天真神,嘴角扬起了一抹冰冷的笑容,下一刻,他冷喝一声, 还请你们分割战场,我怕误伤到你们,听到这话的时候,往声音的那些阵法师,头皮发麻,看样子,无上者要全力出手了, 还好,他们之前做了准备,他们早就布置了阵法,可以分割空间,凝聚形成一个又一个空间,这些人,在不同的空间中战斗,就可以避免误伤,毕竟这一次战斗的强者太多了,光真神和天师, 就有不少,更别说这其中,还有无上者,和三品天师了,稍有不慎,甚至有可能,自己人都会灰飞烟灭的, 他们打出了提前布置好的阵法,顿时被切割开了,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空间, 众人,都被分散开来,凌轩的身影,也是进入到一个空间之中,消失不见, 好神奇的手段,凌轩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眉头紧紧地皱起, 四周其他的那些阵法师,已经消失了,他也看不见慕容清澄等人了, 在这个空间之中,只有一道身影,那就是圣天真神, 好了,小子,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了,我也毫无顾忌地出手, 你也不要指望着,有人来救你,现在,拿出你最强的剑法吧, 因为你有可能,会被我一招秒杀, 圣天真神手一挥,在他手中出现了一件武器,一件金色的武器, 这件武器,名为圣天笔,这是他的武器,用来挥洒各种古老的天道符文, 威力更加的可怕,之前圣天真神,徒手挥洒的时候,就已经十分的厉害了, 如今,再加上这件神器,威力更是强悍到了极点, 逆剑狂神,第七千三百九十二章,最强的剑法, 咦,我已经很少出手了,更别说动用我的神器了, 你能死在这件武器之下,你足以笑傲万古, 拿出你最强的剑法吧,速战速决,灭了你之后, 我会和三品天师联手,将你们这边的天师击杀, 接下来,你们群龙无首,应该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, 圣天真神冷亨,灵轩没有说什么, 他的神情变得无比的凝重, 他全力地施展了自己的混沌万灵体, 混沌的气息不停地弥漫, 在他眼中绽放出凛冽无比的光芒, 六道世界也是出现,环绕在他的身边, 轮回岩转动,灵轩发动了修罗刺, 不过,并没有立刻出手, 而是隐藏在虚空之中, 他要等,等到他抓住对方的破绽, 给对方致命一击, 下一刻,他闭上了眼睛, 在睁开的时候,他已经发动了无影剑, 无声无息的攻击,带着大龙剑魂的力量, 锋利到了极点,瞬间便来到了圣天真神面前, 眨眼之间,千百剑狠狠地斩在了对方的身上, 圣天真神也是冷哼一声,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,出现在了另外一边, 他冷声说道, 之前你就是用这方法, 破掉了飞仙阵吧, 不得不说, 确实很强, 但是, 很可惜, 我早已经看穿他了, 他手中的神器挥动, 在虚空中挥洒, 震, 他周围的空间, 瞬间就被震压住了, 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, 那无影剑也停在了半空中, 圣天真神, 从那静止的虚空中, 走了出来, 他淡淡地说道, 我所掌握的天道符文, 超出你的想象, 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剑法, 都难以伤到我, 即便是无声无息的剑法, 我也能够轻易地将其镇压, 现在, 就让我来镇压你吧, 他催动手中的神器, 又挥洒了一个阵, 朝着灵轩拍了过来, 随着这古老的天道符文降临, 灵轩周围的虚空开始凝固, 就仿佛被冰封了一般, 他似乎能够听到, 那虚空因为这道符文, 而剧烈地晃动, 还出现破碎的声音, 他的体魄, 也变得越来越沉重, 仿佛有万古大山, 压在他身上, 下一刻, 他感受到时间静止了, 他似乎也不能够行动了, 你就只有这点实力吗? 真是让我失望, 我还没有全力出手, 你就已经倒下了吗? 现在, 让我来读取一下你的记忆吧, 我倒要看看, 你那引以为傲的剑法, 究竟是什么来临? 圣天真神朝着灵轩走来, 他走得并不快, 也没有施展什么身法, 神通, 就这样, 一步又一步地走着, 每一步落下, 天地间的气氛便凝聚一分, 很显然, 他打算用这样的气氛来打压灵轩, 至少让灵轩崩溃, 他很喜欢, 欣赏敌人崩溃的场景, 敌人越惨, 他越开心, 走了几步, 圣天真神的脸色, 却有些冰冷, 他发现灵轩很从容, 似乎并没有崩溃的样子, 这小子的心智, 还真是远超想象呀, 还是快点吧, 不能给对方反击的机会, 他再一次发动了神通, 瞬间就来到了灵轩面前, 一只手, 抓向了灵轩的头颅, 他冷声说道, 读取记忆, 不得不说, 对方的天道符文, 非常的可怕, 这一击, 确实能够镇压天地, 灵轩也被镇住了, 不过, 灵轩的底牌, 也超乎想象, 他不可能, 就这样轻易地束手就擒的, 灵轩想要反击, 也是有机会的, 他可以全力推动大龙剑魂, 然而, 他并没有这么做, 因为他知道对方很强, 强到离谱, 正面一战, 或许要打得很久, 才能够伤到对方吧, 至于结果, 他也不清楚, 而他可没这么多时间, 因为慕容清澄他们, 此刻, 正在遭受危机, 他必须解决了对方, 去支援其他的人, 所以, 他在等, 等待着一个机会, 如今, 这个机会终于来临了, 对方被他给骗了, 对方还要读取他的记忆, 接下来, 就是他反击的时刻, 当对方的手掌, 落在他头顶的那一瞬间, 林轩能感受到, 对方眼睛之中, 绽放出一丝神秘的光芒, 有两个古老的符文在凝聚, 那应该也是天道符文, 林轩可不会让对方, 真正的凝聚出来, 在那符文刚刚闪现的时候, 林轩就发动了轮回眼, 召唤轮回剑, 林轩的目光, 化成了一道绝世的剑影, 朝着前方, 狠狠地刺了过去, 这一剑可怕到了极点, 两者的距离, 又如此地近, 对方根本无法闪躲, 更重要的是, 对方想不到林轩能够反击, 而且一上来, 就是绝杀, 轮回剑影带着六道轮回的气息, 那是天下无剑的力量, 是多么的可怕, 瞬间就击中了圣天真神, 圣天真神疯了, 当那道剑影刚出来的时候, 他就毛骨悚然, 他大意了, 对方竟然有反击的力量, 这么近的距离, 根本躲不开的, 他只能够硬抗硬抗, 然而, 很快他便发现, 他错了, 硬抗也抵挡不住, 他的两个天道符纹, 从眼中浮现, 刚刚挥洒了一半, 结果他便被击中了, 两个天道符纹, 如玻璃一般, 瞬间就破碎开来, 他的眉心裂开, 整个身躯, 也要渐渐地裂成两半, 更重要的是, 他的灵魂也裂开了, 这一剑, 斩灵魂, 圣天战神都快吓傻了, 要知道, 他实力强大无比, 而且, 他能够挥洒各种天道符纹, 这其中最重要的, 就是灵魂力啊, 他的灵魂, 绝对不能够受伤, 相比之下, 体魄倒不是那么重要了, 危机时刻, 他直接出窍, 舍去了身躯, 一个金色的小人, 从他的眉心之中飞了出来, 抱着一张金色的纸, 面色惊恐, 逃向了远方, 刚刚躲开, 对方的身躯, 便被劈开了, 裂成了两半, 神血洒落了下来, 圣天真神,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, 还好, 他的灵魂逃离了, 不然的话, 他受的伤更重, 该死的家伙, 竟然大意了, 接下来, 他一定要折磨死对方, 竟然出窍了, 躲开了致命一击, 林轩也是惊讶无比, 这家伙, 还真是够果断呀, 连这么一个无上的身躯, 都放弃了吗, 不过, 对方以为这样, 就躲得开吗, 他之前, 早就凝聚形成了修罗幻影, 就是准备偷袭对方的, 现在正是时候, 林轩发动了修罗刺, 虚空之中, 一道虚幻的身影浮现, 这道身影, 带有可怕的杀意, 如同从地狱修罗中, 走出来的魔神一般, 更重要的是, 在他的手中, 并不是修罗匕首, 而是大龙剑, 逆剑狂神, 第7393章, 天书, 一剑秒杀, 二, 修罗力量, 是六道力量之一, 十分的强大, 但是, 还不足以, 伤到圣天真神, 可是, 如果加上大龙剑尖, 那可就不一样了, 大龙剑碎片的力量, 那是多么的可怕, 足以刺穿对方, 那金色的小人, 带着一叶天书, 想要逃离, 突然间, 在他背后, 出现了一道血色的身影, 正是修罗身影, 手中的大龙剑尖, 狠狠地刺了过来, 金色的小人, 感受到危险的时候, 吓了一跳, 他想闪躲, 可是, 这一剑的速度, 真的是太快了, 他无处可躲, 他只能够用头顶的一叶金书, 进行抵挡, 这一叶金书来历非凡, 绝对能够抵挡住一切的攻击, 金色的小人并不畏惧, 一叶金书, 挡在了他的身后, 绽放出神秘无比的光芒, 上面有着很多古老的符文, 足有上百个, 这就仿佛是一篇古金, 然而, 当大龙剑尖落下的时候, 这一叶金书, 竟然被刺穿了, 金色的小人都梦了, 这怎么可能, 这一叶金书的来历, 多么的可怕, 怎么可能会破碎呢, 该死的, 对方手中的武器碎片, 究竟是什么东西, 下一瞬间, 这金色的小人, 也被刺中, 瞬间他就裂开了, 因为是林轩全力的出手, 这金色的小人, 有一部分被直接磨灭了, 剩余的那部分, 赶紧裂开, 笼罩了这一叶金书, 消失不见, 看样子, 应该是重生去了, 林轩冷哼一声, 他手一挥, 抓住了那破碎的身躯, 飞向了远处, 他要速战速决呀, 去帮助其他的人, 就在林轩战斗的时候, 其他的地方, 也发生了大战, 周天师那边, 大战十分的激烈, 然而, 最为危险的, 还是慕容清城, 他们这边的战斗, 因为他们这边, 面对的是无数的阵法师, 这其中, 有很多天师, 阵法威力, 十分的可怕, 刚开始没多久, 他们这边就受到了压制, 再加上战场分割, 慕容清城他们这边, 又被分开了一些, 那几个真神, 也被分开了, 那几件武器, 竟然被分到了其他的空间之中, 红发老者, 望着慕容清城等人, 冷哼一声, 一群蝼蚁, 还想逆天不成, 给我杀, 他们手中的绝世杀阵, 彻底地爆发, 各种恐怖的攻击, 铺天盖地地, 朝着慕容清城等人, 杀了过来, 慕容清城他们, 早就知道有这种后果, 他们此刻并不畏惧, 双眼通红, 动用所有的神力, 杀向了前方, 他挥动古老的凤凰幻影, 杀了过去, 在阵法之中, 不停地穿梭, 满天的阵法, 凝聚形成汪洋大海, 将他的身影吞没, 很快就被他撕开, 他又面对九天的雷霆, 还有可怕的地狱之火, 突然间, 他被一道剑气给击中了, 后来整个人倒了下去, 不过还好, 他拥有凤凰涅槃之术, 很快就能够恢复伤势, 但是, 这样接连大战下去, 陨落是迟早的事情, 另外一边, 叶无道, 古三通, 清灵, 他们也在拼命地攻击, 清灵施展他的三花童, 召唤出了很多的妖兽, 杀向了前方, 叶无道更是可怕至极, 他没有任何的闪躲, 一步一山河, 他将体魄施展到了极致, 他就如同少年天地一般, 横扫四面八方面, 对那些阵法的攻击, 他也是用体魄硬抗, 没多久, 他身上就被神血给染红了, 就仿佛从修罗血海中, 走出来的一样, 可是, 他丝毫不畏惧, 仍然杀向前方, 他撕碎了一个又一个阵法, 让对面的那些阵法师, 也是震惊无比, 没想到, 除了林轩之外, 这些人中, 竟然还有一个如此可怕的神体, 古三通则是神出鬼没, 他将虚空之力, 施展到了极致, 他穿梭在空间之中, 他的目标是那些阵法师, 刚开始, 还真的被他, 秒杀了两个阵法师, 瞬间, 两颗头颅就飞了起来, 接下来, 这些阵法师就有了经验, 他们开始防御, 自身形成无数的阵法, 甚至, 冰封空间, 防止对方动用空间之力, 古三通受到了追杀, 没多久, 也是身上染血, 脸色苍白, 至于那几个真神, 更是受到了树的攻击, 莲花真神的一条胳膊, 都化成血雾了, 很快, 他又凝聚出来, 但是, 没多久, 他再次受伤, 梧桐真神, 原本寿命就不多了, 此刻, 更是奄奄一息, 他甚至都准备燃烧本源了, 不得不说, 敌人真的是太多, 太强大了, 不过, 他们还能够坚持, 可这个时候远, 初又有着一道光芒, 快速飞来, 直接破开了虚空, 来到了慕容青城, 他们这个战场之中, 是谁来了? 他们抬头望去, 是轩哥来了吗? 可是, 能看到来人的时候, 他们便愣住了, 脸色都变得难看, 是夜晨, 没错, 正是对方, 夜晨败给了林轩之后, 就从复活点重生了, 出来之后, 他第一件事情, 就是杀回来, 他一定要报仇, 没想到, 等他回来的时候, 这里大战滔天, 已经分成了无数的战场, 他也分不清, 对方在哪里, 他只能够, 随便找一个战场杀进去, 这个战场, 正是慕容青城他们所在的战场, 这里有两个二品天师, 还有几个一品天师, 除此之外, 有上百个阵法师, 他们动用这片天地力量, 实力十分的可怕, 要知道天师的力量, 是随着不同地形, 而有所不同的, 地形越危险的地方, 天师的力量越强, 而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, 是天眼大阵中的核心之地, 飞仙台, 这些天师的力量, 可谓是强到了极点, 即便慕容青城他们这边, 有几个真神, 也抵挡不住, 而如今, 又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夜晨, 他们更是脸色难看, 夜晨来到之后, 也盯住了慕容青城等人, 你们是那小子的同伴吧, 先杀了你们, 再找那小子报仇, 我要让那小子知道, 什么叫做绝望, 夜晨神情无比地争鸣, 作为天师之孙, 他多么地高高在上, 从来没败过, 更别说被人给直接斩杀了, 这是他第一次重生, 所以, 他无法忍受, 这个仇, 他要一百倍地报回来, 不光那小子要陨落, 和那小子有关的, 他全都不会放过, 就先拿这几个人开刀, 逆剑狂神, 第七千三百九十四章, 天地后人, 三, 有着夜晨的加入, 往生营这边的舞者, 都得以得笑了, 他们赢定了, 夜晨快速地冲了过来, 他施展离天见阵, 无数道剑气, 飞舞而来, 席卷四面八方, 同时, 他杀向了慕容卿城, 在他手中, 浮现了一团离天之火, 朝着慕容卿城, 狠狠地拍了过去, 慕容卿城, 原本还能够抗衡, 虽然有好几个阵法师, 对他出手, 不过, 凭借着自己的凤凰血脉, 以及手中的凤凰骨精, 他确实能抵挡得住, 虽然受伤, 但并不会落败, 然而现在, 随着夜尘的加入, 他的近况, 立刻就危险起来, 那离天之火, 拍来的时候, 他打出的几个凤凰, 瞬间就破碎了, 化成了尘埃, 不但如此, 他的身躯同样裂开, 出现了很多裂纹, 整个人被一掌拍飞出去, 慕容卿城倒在了地上, 绝美的容颜, 布满了冷汗, 好强大, 这就是宣哥之前的对手吗? 竟然如此的可怕, 慕容卿城, 此前见到凌轩和对方战斗, 赢得如此轻松, 可是没想到, 他连对方的一掌, 都挡不住, 差距真的是太大了, 你竟然还活着, 真是让人意外, 看样子, 你的血脉也不一般啊, 夜尘居高临下, 望着奄奄一息的慕容卿城, 也是冷笑一声, 他再次抬起了手掌, 在他的掌心之中, 浮现了三道离天之剑, 朝着下方, 狠狠地斩了过去, 他要用这把剑, 贯穿对方的身躯, 他并不杀对方, 准备折磨对方, 慕容卿城快速地闪躲, 他用尽了所有的力量, 躲开了这一击, 然而, 接下来, 他还是被剑气击中了, 身上又受了伤, 甚至有一剑罐, 穿了他的身躯, 慕容卿城再次倒下, 他眼前都有些模糊, 难不成, 要陨落了吗? 不知道, 重生是什么样的感觉? 想死吗? 没那么容易, 我要折磨你, 夜尘从天而降, 他就如同一个恶魔一般, 眼中带着猙獰的光芒, 他又打出了几道剑气, 想要贯穿慕容卿城的身躯, 就在这个时候, 一尊鼎出现在了天地之间, 挡住了这些剑气, 一道身影, 把慕容卿城就走了, 那尊鼎是天地鼎, 夜无道挡住了对方的攻击, 而就走慕容卿城的, 则是青灵, 此刻的青灵, 乘坐着一只妖兽, 快速地飞过去, 就走了慕容卿城, 你没事吧? 青灵拿出了天才地宝, 给慕容卿城服用, 慕容卿城震碎了身上的长剑, 摇摇头说道, 差一点, 就陨落了, 他盘膝坐下, 动用凤凰涅槃, 不到万不得已, 他也不想重生, 因为根据之前的情况来看, 重生之后, 实力会大降, 甚至还会伤到本源, 天空之中, 夜晨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 脸色阴沉了下来, 竟然还有人, 敢在他面前出手, 还敢拦他, 找死吧, 他盯住了那尊顶, 说道, 这武器不错, 是我的了, 他探出了大手, 抓向了这尊天地顶, 然而, 那尊天地顶, 却是绽放出可怕的光芒, 厚重如山, 狠狠地轰了过去, 挡住了对方的手掌, 夜晨脸色难看, 可恶, 重生之后, 无法回到巅峰, 也只有之前八成的力量, 要是他巅峰时期, 怎么可能会让这只小蚂蚁, 在他面前蹦跋, 他盯住了, 那尊顶身后的一道身影, 冷冷地说道, 你是什么人, 抱上明来, 我不杀无名之辈, 我叫夜无道, 夜无道, 夜晨冷笑一声, 你配合我一个姓吗, 你不配, 他凝聚十万重神山, 天地瞬间就黑了下来, 十万重神山, 十分地可怕, 也就凌轩能挡得住, 可是, 对于夜无道等人来说, 真的是太难了, 夜无道怒吼一声, 我是夜家天地后人, 我看你才不配, 说完, 他挥动着天地顶, 快速地杀了过去, 他的体魄, 彻底地爆发, 背后凝聚先王幻影, 席卷九天, 周围的那些阵法, 不停地破碎, 天地顶, 可是一件极其可怕的武器, 那品级高的吓人, 此刻, 夜无道全力的催动, 虽然无法发挥出, 天地顶全部的力量, 但是, 一丝力量, 也足以横扫天地, 周围有不少阵法师, 直接被轰飞出去, 大口地吐血, 就连夜尘也是吓了一跳, 他身形一晃, 躲开了这一击, 一脸的惊讶, 天地后人, 还真是让我意外, 这么说, 你身上拥有天地的血脉了, 如果抽取了你的血脉, 说不定, 能够让我的实力再次提升, 哈哈哈哈, 你们这些小蚂蚁, 还真是给我意外啊, 夜尘的眼睛都红了, 其他那些人, 也是震惊无比, 像红发老者等, 强大的天师, 同样盯住了夜无道, 对方手中的顶, 和天地有没有关系呢? 对方手中, 有没有天地古今呢? 如果能得到的话, 那么他们将会一飞冲天, 下一刻, 不少人放弃了其他的人, 开始全力对着夜无道出手, 一瞬间, 十几个阵法落了下来, 可怕的雷霆, 灭尸的火焰, 刀光剑影, 陨落星辰, 冰封天地, 各种力量, 滔滔不绝地将夜无道笼罩了, 不好, 慕容清晨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 惊呼一声, 快出手救他, 夜无道再强, 恐怕也抵挡不住吧, 莲花真神打出十二道莲花, 不停地绽放, 开遍了九天, 杀到了阵法之中, 进行抵挡, 他想要拯救夜无道, 可是, 没多久, 两道身影却倒飞了出来, 夜无道身上布满了裂痕, 还是天地顶护住了他的头颅, 不然的话, 这一击, 他有可能灰飞烟灭, 毕竟这些阵法中, 有两个二品天师在出手, 那威力, 真的是太强了, 莲花尊神也是大口吐血, 身躯破碎, 他打出的十二个莲花花瓣, 有一半都裂开了, 剩余的几个, 也布满了裂痕, 给我去死, 红发老者却是怒吼一声, 再次冲了过来, 他凝聚形成地狱之火, 铺天盖地的火焰, 在他身边凝聚, 化成了一只又一只地狱大手掌, 抓向了夜无道, 他想要夺去, 对方手中的那个顶, 夜无道催动天地顶, 打出一片光芒, 挡住了不少地狱大手掌, 然而这时, 他脚下的大地却是裂开, 一个土之剑直接击中了他的后背, 背后的骨头全部破碎, 红发老者冷笑一声, 我的阵法, 岂是你能够想象的, 你根本就挡不住, 逆剑狂神第七千三百九十五章, 逆灵, 咦? 夜无道, 被土之剑打飞出去, 大口地吐血, 背后血肉模糊, 他受到了重创, 他施展自己的血脉, 快速地恢复, 但是, 他仍然感受到, 很无力, 他战斗了太长的时间了, 他面对的对手太多了, 这些二品天师, 是能够伤到真神的存在, 他能够, 打到现在不死, 已经行逆天了, 还活着吗? 红发老者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 冷哼一声, 旁边的夜晨也出手了, 他冷冷地说道, 这个人, 我亲自对付, 听到这话, 红发老者叹息一声, 夜晨继续催动十万重神山, 落了下来, 他想要碾压夜无道, 夜无道眼中, 浮现一抹绝望, 远处, 梧桐真神, 清灵等人, 再次杀来, 结果, 被红发老者等人拦住,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, 夜晨背后的虚空, 突然裂开了, 古三通的身影, 浮现了出来, 在他手中, 有着一柄虚空之刀, 狠狠地斩在了夜晨的身上, 古三通, 同样来自于大帝家族, 他修炼的, 也是虚空天地的古精, 手中的虚空之刀, 就是用古精凝聚出来的, 威力十分的可怕, 这一刀斩中, 再加上是偷袭, 对方肯定会受伤的, 擒贼仙擒王, 这个道理, 他还是懂的, 夜晨的身影被击中了, 被一刀劈开, 太好了,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 古三通笑了, 紧接着, 他却脸色一变, 不对劲, 因为他发现, 并没有神血浮现, 那破碎的身影, 似乎要化成青烟, 不好, 十分深, 古三通面色一变, 他上当了, 他想要逃离, 身躯变得虚幻, 要融入虚空之中不见, 然而这时, 周围的虚空, 却是不停地破碎, 夜晨的声音传了出来, 就凭你, 也想偷袭我, 差得太远, 他施展毁灭阵法, 直接毁灭了一方虚空, 古三通全力地闪躲, 可是, 还是被打飞出去, 身躯破碎不堪, 夜晨可并没有打算放过对方, 他凝聚形成了非仙阵, 这个阵法, 极其地可怕, 当初威胁过林轩, 伤到过林轩, 众人根本没有破解之法, 古三通被非仙阵笼罩的时候, 慕容寝城他们都惊呆了, 快躲呀, 他们希望, 古三通动用所有的空间力量, 能逃走, 然而, 还是已经晚了, 夜晨整个人都疯狂了, 他之前败在了林轩手中, 如今还有一只小蚂蚁, 想要偷袭他, 不可饶恕, 他直接发动了, 他最厉害的非仙阵法, 瞬间把虚空撕碎, 古三通虽然能融入虚空之中, 但是毕竟不是真神, 还是被非仙阵, 撕碎了身躯, 他陨落了, 夜无道仰天怒吼, 眼睛都红了, 对方是为了救他而陨落, 可恶, 可恶啊, 夜无道如同发疯的野兽一般, 疯狂地咆哮, 慕容清城, 清灵等人, 也是面带绝望, 倒是莲花真神叹息一声, 虽然陨落, 但毕竟还能重生,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, 接下来, 就该你们了, 夜尘又盯住了慕容清城等人, 旁边的清灵, 疯狂地咆哮, 有本事, 你找灵轩战斗去啊, 他一箭就能够秒杀你, 你是真神, 我们只是陆地神仙, 修为差距这么多, 我们落败, 不是很正常吗,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, 我看你就是胆小鬼, 你根本不敢面对灵轩, 我看不起你, 这些话, 就如同利刃一般, 刺入到了夜尘的心中, 夜尘整个人都疯了, 他确实败给了灵轩, 而且是在巅峰状态, 如今他重生之后, 只有当初的八成力量, 他更不可能是灵轩的对手了, 说实话, 他现在确实有点害怕面对灵轩, 除非灵轩也重生, 对方实力大减, 他或许还有机会, 为了掩饰心中的这种恐惧, 他只能够找对方的同伴动手, 众人也明白这种情况, 但是谁敢说出来啊, 这可是夜尘的逆灵啊, 谁说出来, 谁必死无疑, 果然如此, 夜尘一双血红的眼睛, 死死地盯住了清灵, 飞仙阵法, 我要杀你千百回, 你重生一次, 我就杀你一次, 我直接把你的修为, 杀到虚无, 夜尘的声音, 就如同恶魔在咆哮, 让所有人头皮发麻, 下一刻, 只见清灵他们附近的虚空, 不停地破碎, 慕容清城, 也是身躯颤抖起来, 他全力地抵挡, 身上出现了七彩凤凰的幻影, 展翅飞翔, 可是, 还是抵挡不住, 飞仙阵法太可怕了, 可谓是逆天之机, 他身上的凤凰幻影, 不停地破碎, 旁边的清灵, 则是用他的三花筒, 召唤出来了无数的妖兽, 进行抵挡, 那些妖兽, 在飞仙阵法之下, 被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, 不好, 莲花真神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 眼睛都红了, 他想过去救主, 可是, 之前他就身受重伤, 此刻, 他离得又如此远, 他还是晚了一步, 有一道身影比他快, 那正是梧桐真神, 梧桐真神, 瞬间就冲了过去, 他幻化成了本体, 一棵参天大树, 顶天立地的神树, 上面有着可怕的神火, 席卷九天, 然而, 他太苍老了, 他的实力, 也不如对方, 他不是飞仙阵的对手, 无数的树枝树叶, 不停地散落, 梧桐真神, 也是大口的吐血, 他发现, 他根本就不了对方, 这样下去, 三个人可能都会陨落, 最后, 他做了一个决定, 他给慕容清澄传音, 让对方来到来的树叶之上, 梧桐树和凤凰, 如果能够联手的话, 威力会更加的可怕, 慕容清澄化成一道凤凰, 飞到了梧桐树上, 两者融合, 一股滔天的力量, 席卷而出, 进行抵挡, 慕容清澄更是探出了手掌, 抓向了清灵, 想要把他带到梧桐树上, 然而, 还是晚了一步, 他的手掌, 被飞仙镇的蛛丝, 给切碎了, 凤凰之血, 洒落九霄, 而清灵, 更是被无数的蛛丝笼罩, 他化成了血雾, 莲花真神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 都快晕过去了, 虽然之前知道, 会有很多人陨落重生, 可是, 如今看到, 他还是承受不住, 怎么会这个样子, 慕容清澄也是脸色难看, 清灵救了他一命, 而他却没能救对方, 可恶, 不可饶恕, 慕容清澄真的是怒了, 他准备跟对方拼命, 然而, 叶辰更加的愤怒, 竟然还有两个活着, 别开玩笑了, 他可是施展的飞仙阵法呀, 他绝对不允许对方存活, 他一定要灭了所有的人, 他怒吼一声, 再次催动飞仙阵法, 朝着慕容清澄杀来, 逆剑狂神, 第7396章, 林轩来了, 二, 面对这绝世的一击, 慕容清澄面带绝望, 看样子, 他也有可能要重生了, 就在这个时候, 莲花真神和梧桐真神, 他们两个人联手, 挡住了这一击, 莲花真神冷声说道, 你就不怕林公子, 再对你出手吗? 林公子来了, 你必死无疑, 还不赶紧住手, 哼, 你是说那个小子吗? 他是不会放过我, 你以为, 我会放过他吗? 放心吧, 先让你们下地狱, 我会让那小子也下地狱的, 我会折磨死他, 夜尘神情无比的争鸣, 他知道, 无上者圣天真神, 不会饶过对方的, 那小子再强, 也不可能是圣天真神的对手, 听到这话的时候, 莲花真神等人, 也是沉默了, 确实如此呀, 无上者实力多么强大, 林轩现在还真是生死未卜, 轩哥不会败的, 慕容清诚咬牙说道, 我们只要坚持住就好, 他开始燃烧自己的血脉了, 他准备拼命了, 没错, 跟他拼了, 莲花真神和梧桐真神, 也是咬牙切齿, 尤其是梧桐真神, 把身上的力量都给了慕容清诚, 慕容清诚, 凝聚形成了一道七彩凤凰, 朝着前方狠狠地冲了过去, 将夜尘击退, 夜尘都差点被打吐血, 没办法, 两者联合一击, 真的是太可怕了, 他气疯了, 可恶的小蚂蚁, 给我去死吧, 所有的非仙阵法里面的蛛丝, 全部朝着慕容清诚杀了过去, 他要先灭了这个女人, 不好, 莲花真神疯狂地咆哮, 他冲过去想要救主, 然而, 他的胳膊, 却被那些非仙阵法, 直接斩碎, 完了, 没有人, 能够救慕容清诚了,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, 一道剑气, 却是斩了下来, 斩断了天地, 将慕容清诚给笼罩了, 漫天的蛛丝, 也被轰飞了出去, 夜晨气血翻滚, 他发现, 他的非仙阵法, 竟然受创了, 可恶, 是谁, 竟然还有人, 能与他抗衡吗, 给我滚出来, 他疯狂地咆哮, 我没有死吗, 慕容清诚睁开眼睛, 也是愣住了, 难不成是轩哥来了吗, 其他那些人同样震惊, 他们转头望去, 只见空间被一箭劈开, 出现一个巨大的裂痕, 一道身影, 从里面走了出来, 这是一个高大的男子, 正是林轩, 他好了, 轩哥出来了, 慕容清诚松了一口气, 是轩哥救了他, 莲花真神等人, 也是笑了, 看样子, 对方打败无上者了, 然而, 往生意的那些人, 却是疯了, 这不可能,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, 你和无上者战, 你怎么可能走出来呢, 无上者, 应该让你灰飞烟灭了才对啊, 难道无上者败了吗, 这不可能, 我们不相信, 这些真法师都疯了, 夜晨也是咬牙切齿, 是你, 他真的气疯了, 仇人相见, 分外眼红, 他恨不得上去, 将对方面杀, 可是, 他做不到, 他疯狂地咆哮, 圣天前辈, 你在哪里, 红发老者等人, 也是咆哮, 请无上者出手, 灭杀此贼, 别喊了, 没人能来救你们, 灵轩冷冷地说道, 他手一挥, 直接将一道尸体扔在了地上, 击碎了虚空, 所有的目光, 全部落在了上面, 所有人都惊呆了, 这一刻, 这个空间战场里面, 鸦雀无声, 众人都震惊了, 因为他们发现, 灵轩扔出来的这道尸体, 正是圣天真神的, 圣天真神死了, 这怎么可能, 你打败了圣天真神, 我不相信, 红发老者等人, 疯狂地咆哮, 要知道呀, 圣天真神可是无上者呀, 实力多么的强大, 可是现在, 对方不但败了, 连尸体都被人给镇压了吗, 怎么会这个样子,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, 你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, 叶辰也是疯狂地咆哮, 而灵轩丝毫没有理会他们, 而是望向了慕容清城等人, 他的脸色变得无比的冰冷, 他眼中有着愤怒的火焰, 在跳动, 此刻的慕容清城, 无比的狼狈, 身上有很多裂痕, 旁边的叶无道, 直接倒在地上, 身边是无边的血海, 莲花真神的莲花, 破碎了一地, 梧桐真神更是奄奄一息, 所有人都是重伤, 没有一个人完整, 更重要的是, 灵轩发现, 有很多人不在了, 清灵呢, 古三通呢, 轩哥, 慕容清城流下了眼泪, 他咬着牙说道, 清灵陨落了, 我没能救下他, 古三通也陨落了, 被飞仙阵法击杀了, 都是他动的手, 他指向了夜尘, 林轩七的身躯都颤抖了起来, 这些都是他的朋友, 都是他的亲人啊, 可是, 此刻, 竟然受了如此的创伤, 古三通和清灵, 都轮回重生去了, 不可饶恕, 绝对不可饶恕, 怪我, 我当初应该用大龙剑, 直接斩杀他的, 让他灰飞烟灭, 永不能重生, 你们放心吧, 我会给你们报仇的, 我会让这家伙, 生不如死, 我会让他知道, 什么叫做绝望, 我要让他承受我的怒火, 林轩的声音越来越响, 如同九天惊雷一般, 席卷八方, 无尽的虚空破碎, 所有人, 身躯都颤抖起来, 红发老者等人, 目瞪口呆, 这家伙,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, 刚才在那个战场, 发生了什么, 为何无上者会陨落了, 难不成, 这小子的实力, 已经超越了无上者, 不可能, 打死他们也不相信啊, 此刻在听到林轩的咆哮, 他们只感觉身躯冰枉, 等待他们的, 好像将是一场腥风血雨, 小子, 你来了就好, 莲花真是虚弱地说道, 抱歉, 因为我, 让清零轮回重生了, 林轩望向了莲花尊神, 一脸的歉意, 不过, 我发誓, 我会让敌人付出代价的, 一边说着, 林轩一边打出了剑起, 这是接之剑, 他拥有强大无比的恢复力量, 笼罩了慕容清澄等人, 快速地恢复了他们的伤, 随后, 林轩转过了身, 他盯住了叶辰等人, 他身上的杀意, 不停地爆发, 席卷天地, 他的眼神, 足以洞穿苍穹, 整个战场, 因为他颤抖了起来, 叶无道, 莲花真神等人, 也是激动起来, 林轩来了, 他们赢了, 林轩可以给他们报仇了, 小子, 说, 你究竟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, 暗算了无上者, 红发老者疯狂地咆哮, 其他那些阵法师, 也是怒吼连连, 他们的眼睛也是红了, 他们说道, 虽然你偷袭了无上者, 但是, 很快无上者就会回来的, 他会报仇的, 你死定了, 逆剑狂神, 第7397章, 复仇, 三, 大家一起动手, 杀了他, 叶辰更是疯狂地咆哮, 他曾经和林轩战斗过, 他知道对方是多么的可怕, 巅峰时期, 他不是对手, 如今, 他更不是对手了, 他准备联手攻击, 他们这边强者这么多, 联手之下, 对方再强, 也抵挡不住, 随着叶辰的一声令下, 周围的那些阵法师, 都出手了, 铺天盖地的阵法, 朝着林轩杀了过来, 瞬间便将林轩给笼罩, 不好, 慕容清成他们, 再次紧张起来, 虽然林轩强大, 但是, 这一次, 敌人真的是太多了, 双拳难敌四手, 还是先暂避锋芒得好, 毕竟他们的伤, 刚刚恢复了一些, 并没有完全恢复, 他们帮不上太多的忙, 望着冲过来的无数阵法, 林轩神情则是无比的冰冷, 你们都该死, 杀, 一声怒吼, 他的眼睛变成了血红, 连头发, 都变成了血红色, 在他身边, 有着可怕的血海浮现, 仿佛化成了修罗地狱, 林轩作为执剑者, 曾经修炼过一种剑法, 名为银血剑, 就是一种杀伐的剑法, 再加上他拥有, 六道轮回中的修罗道, 两者融合在一起, 形成了修罗血海, 林轩则是化身修罗, 他准备复仇, 杀, 一声幕吼, 无尽的剑气, 从那血海之中冲了过来, 血色的剑气, 带着滔天的沙发气息, 以及锋利无比的力量, 朝着四面八方, 席卷去, 瞬间就和那些阵法, 碰撞在一起, 一瞬间, 那些阵法便被劈碎, 不但如此, 这些血色的剑气, 更是化成闪电, 飞向了远处, 杀向了那些阵法师, 这些剑气, 速度太快了, 一些阵法师, 根本来不及低, 他们被瞬间击中, 他们的身躯被劈开, 他们的神血, 被这血色的剑气吸收, 他们化成了一具又一具白骨, 从天空中陨落下来, 眨眼之间, 就有呈现的阵法陨落, 化成了一具白骨衫, 这场景, 真的是太震撼了, 那些阵法师,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, 就被灭了, 好强啊, 莲花真神, 夜无道等人震惊, 慕容清城, 也是激动无比, 而对面网声音的那些人, 直接吓傻了, 苍天, 这是什么手段, 一招竟然秒杀了他们这么多阵法师, 还破碎了他们漫天的阵法, 这剑法, 也太厉害了吧, 这小子的实力, 怎么又变强了呢, 红发老者和白发老者, 他们两人脸色难看, 他们两个作为二品天师, 此刻, 竟然也是如临大敌, 最为震惊的, 就是夜沉了, 他曾经被对方面过一次, 如今, 他再次感受到了危机, 对方越强, 他越害怕, 他越嫉妒, 他疯狂地咆哮, 废物, 你们一群废物, 你们都没有吃饭吗, 赶紧给我施展权力, 把你们看家的本领, 给我施展出来, 给我灭了这小子, 见到对方目瞪口呆, 和壮弱疯狂的样子, 林轩依然站在那里, 神情无比的兵, 复仇, 才刚刚的开始, 这些人很快就会知道, 什么叫做绝望, 刚才死去的那些阵法师, 算是痛快的了, 不过, 夜沉以及那两个人, 两个二品天师, 林轩绝对不会放过, 龙友逆龄, 处之必死, 林轩要让这些人知道, 什么叫做绝望, 杀, 两个二品天师, 也是怒了, 他们的手下, 陨落了这么多, 他们无法忍受, 他们发疯一般地杀了过来, 有两个天师带头, 其他的那些阵法师, 也是回过神来, 他们红着眼睛, 拿出了自己最强的阵法, 天刀神雷阵, 石方绝杀阵, 苍穹一箭阵, 紫薇地花阵, 各种可怕的阵法, 层出不穷, 这一次, 众人把压箱底的绝学, 都施展出来了, 他们要瞬间秒杀对方, 夜沉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 也是争宁地笑了, 他感受得出, 这一次的阵法威力, 比之前强过了十倍, 对方绝对必死无疑, 他得意地大笑起来, 哈哈哈哈, 你就算再强又如何, 你挡得住千军万马吗? 放心吧, 你死了之后, 你的这些同伴, 我会一个一个地折磨死, 这就是你敢招惹我的代价, 夜沉此刻, 就如同恶魔一般, 争宁无比, 强了十倍, 林轩眼中爆发出凛冽的光芒, 他冷声喝道, 那又如何, 你们敢对我的朋友动手, 你们就要承受我的怒火, 感受绝望吧, 一剑化天, 一剑化太极, 一剑飞仙, 诛天剑法, 十二重天, 林轩仰天咆哮, 手中的神剑不停地挥动, 他打出了绝世的剑法, 这一刻, 漫天的剑气飞舞, 这不是一种绝学, 这是无数的绝学, 哪一种都强大到了极几点, 甚至, 能够让真神绝望, 铺天盖地的剑法绝学, 冲了出来, 席卷八方, 所有人都惊呆了, 即便是莲花真神等人, 也是目瞪口呆, 林轩竟然如此的强大, 甚至, 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, 难道, 这才是林轩真正的战斗力, 真的是让人震撼, 这是要逆天呀, 叶无道也是震惊无比, 当年他们的叶家天地, 年轻的时候, 也不过如此吧, 林轩真的拥有少年天地的天赋, 年轻的不休, 也就这个战斗力了吧, 轰轰轰, 双方的力量碰撞在一起, 惊天动地, 虽然对方施展的是绝世阵法, 可是, 林轩的剑气, 真的是太强了, 太极图不停地旋转, 阴阳的力量, 代表着天地的力量, 化成了一道极光, 所过之处, 展开了一切, 无数的阵法, 不停地破碎, 更是有天外飞仙, 从天而降, 出现在这些阵法师面前, 一剑刺出, 这些人的眉心裂开, 生魂俱灭, 十二重天, 更加地可怕, 就仿佛十二片苍天, 不停地落下, 叠加在一起, 那股力量无人能敌, 红发老者, 瞬间就被一剑轰飞了出去, 大口地吐血, 他的身躯布满了裂痕, 他的老眼都快瞪出来了, 这是对方的实力吗? 竟然如此的强大, 他面对对方, 就仿佛在面对无上者一般, 他完全没有还手之力, 太可怕了, 难不成, 无上者真的是被对方, 正面打败了吗? 红发老者的脑海之中, 突然浮现了这样的想法, 旁边的白发神尸, 也是被一剑冻穿, 血染长空, 一击之后, 对面死伤一片, 整个战场, 仿佛化成了修罗地狱, 所有人都惊呆了, 逆剑狂神, 第七千三百九十八章, 灰飞烟灭, 一, 望着前方凄惨的样子, 凌轩冰冷无比, 他冷冷地说道, 千军万马又如何, 十倍力量又如何, 不堪一击, 这是天神吗? 对面的那些阵法师, 都绝望了, 就连天师们也是满脸的惊恐, 而夜晨的身躯, 更是颤抖了起来, 怎么会这个样子? 他以为他们这边, 只是强者众多, 阵法无数, 能够轻易地秒杀对方, 然而, 事情的结果, 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, 对方毫发无伤, 而他们这边, 却是接连受到打击, 看到对方如此畏惧, 害怕惊恐的样子, 夜无道他们感觉十分的解气, 好痛快, 就连莲花真神, 他们也是发疯一般的咆哮, 之前他们真的是太别屈了, 并不是他们不强, 而是敌人真的是太多了, 单挑的话, 他们不怕, 但是, 对方的人数, 何止比他们多了一倍, 那是比他们多了十倍, 他们能支撑到现在, 已经很逆天了, 当初他们多么的凄惨, 如果林轩没有来的话, 他们所有人都会轮回重生, 甚至会被抓住, 会被折磨死, 现在看见林轩复出的样子, 他们无比的激动, 血修罗, 林轩全力地催动, 六道世界中的修罗道, 一道修罗的幻影浮现, 这影子十分的虚幻, 出现之后, 却开始吸收周围的那些神血, 在他身上, 出现了一件血色的战袍, 他身上的杀意, 更加都可怕了, 这是血修罗, 不但如此, 林轩赋予了他新的力量, 在对方手中, 出现了一柄血色的魔剑, 这是银血剑, 血修罗, 快速地朝着前方走去, 来到了一个顶级的阵法师面前, 他冷冷地说道, 承受怒火, 感受痛, 感受绝望, 一键落下, 那名阵法师惨叫一声, 化成了白骨, 你敢动我身边的人, 我就百倍地还回去,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, 紧接着, 第二个人, 被万剑穿心, 血修罗不停地出手, 一个又一个顶级的阵法师, 不停地陨落, 所有人都吓傻了, 这是想让他们全军覆没吗? 逃, 赶紧逃, 现在想逃, 不觉得已经晚了吗? 林轩冷哼一声, 六道世界, 彻底地浮现, 笼罩了整个空间战场, 他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逃走的, 这些人只能够看着, 一个又一个阵法师, 不停地倒下, 化成白骨, 红发老者等人, 疯狂地咆哮, 无上者很快就会来了, 小子, 你死定了, 话音刚刚落下, 他也挨了一剑, 他的一条胳膊断裂, 化成了白骨, 林轩冷冷地说道, 他来了又如何? 我能灭他一次, 就能够灭他第二次, 第三次, 我甚至, 能让他彻底地灰飞烟灭, 消失在茫茫万古之中, 林轩的话, 让所有人头皮发麻, 什么? 彻底地消失, 无法重生吗? 不可能, 对方绝对做不到, 这个时候, 林轩已经对那白发的老者, 出手了, 对方也是一个二品的天师, 林轩强势地出手, 将对方打得灰飞烟灭, 见到自己的同伴陨落, 红发老者彻底地疯狂了, 他咆哮说道, 来啊, 大不了就是陨落, 反正老子能够重生, 看到那个倒在地上的废物了吗? 他身上的一半伤, 都是我打的, 还有那个女人, 我也偷袭过他, 怎么样? 是不是很愤怒呀? 有种你就出手, 用不了多久, 我就会卷土重来的, 红发老者疯狂地咆哮, 林轩听到这话的时候, 眼中的沙意更浓了, 他身形一晃, 来到了对方的面前, 他冷喝一声, 天道, 瞬间天空中凝聚形成了, 一只上苍之谋, 从里面落下了目光, 化成了一只手掌, 直接抓住了红发老者的头颅, 红发老者想要反击, 结果, 被林轩的混沌拳, 一拳就打碎了身躯, 红发老者惨叫一声, 跪倒在地, 林轩盯着他, 冷冷地说道, 你以为, 你能够轻易地重生吗? 真是可笑, 在我面前, 你会知道,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, 我要让你承受, 万事轮回, 让你千万年, 都在绝望中度过, 林轩的声音, 冰冷无比, 轮回眼绽放光芒, 直接形成了强大无比的幻术, 笼罩了那名老者, 那名老者惨叫一声, 他极力地抵挡, 可是, 很快他便中了幻术, 在林轩的世界里, 他将会受到无尽的折磨, 凄惨无比的声音响起, 所有人头皮发麻, 连二品天师, 都这么凄惨吗? 其他人, 恐怕将会更加地绝望, 叶辰更是吓得转身就逃, 他可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, 然而, 他刚刚转身, 林轩的剑便斩了出去, 横扫千军, 天地被劈成了两半, 对方的身躯, 也是裂成了两半, 神血不停地洒落, 叶辰惨叫一声, 强大的生命力量, 快速地浮现, 来修补他破碎的身躯, 他疯狂地怒吼, 小子, 你知道我是谁吗? 我的爷爷是大天师, 他是强大无比的存在, 完全超越你的想象, 你得罪我, 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, 我爷爷一根手指头, 就能够让你死去活来, 是吗? 那你爷爷在哪儿? 让他来, 我会当着他的面, 让你生不如死, 给你三秒钟, 召唤你爷爷, 林轩冷冷地说道, 三秒钟之后, 林轩又是一剑刺出, 击中了叶辰, 他冷冷地说道, 看样子, 你爷爷是个废物, 不会来救你了, 既然这样, 那我就先在你身上, 取点利息, 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? 敢对我的同伴动手, 我让你体验一下,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? 用幻术, 那是太便宜你了, 林轩一掌, 将对方拍翻在地, 随后, 施展万剑穿心, 一道凛冽的剑气, 在对方身上, 贯穿了千百次, 那股疼痛, 足以让任何人绝望, 所有人都疯了, 叶辰更是直接晕了过去, 他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伤, 更没受过这样的折磨, 等他醒过来, 林轩直接对灵魂出手, 打得叶辰再次惨叫, 他醒过来之后, 眉心裂开, 咬牙说道, 小子, 你等着, 他想要自我毁灭, 然而, 他根本没有机会, 林轩的轮回眼, 多么的强大, 直接重伤了对方, 让对方, 根本没有力量动手, 接下来, 叶辰便体会到, 什么叫做绝望了, 这一刻, 战场之中, 只有叶辰惨叫的声音, 直到过了好久, 都没有消失, 林轩施展地狱道的力量, 将对方吞了进去, 就让对方在地狱界里面, 承受他的怒火吧, 逆剑狂神, 第7399章, 横扫, 震惊, 二, 这片战场上, 所有的阵法是全部被灭了, 只有那红发老者, 依然在承受幻术的折磨, 林轩也把对方吞到了地狱界里, 然后转过身来, 望向了慕容清城, 他全力地施展揭之剑的力量, 他还拿出了各种天才地宝, 甚至从亘古之地里面, 取出了生命神权, 快速地帮这些人恢复, 轩哥, 我们可以自己恢复的, 你不要浪费力量了, 你还是去帮助其他的人吧, 这片战场, 被分割成了很多部分, 他们这只是, 其中的一部分, 除此之外, 还有流星阁主, 以及星辰神女等战场, 还有那些武器所在的战场, 更重要的是, 周天师那边, 还有两个三品天师, 那两个人更加地强大, 林轩一边帮助这些人恢复力量, 一边说道, 放心吧, 我的力量还有很多, 等这些人恢复得差不多了, 林轩才说道, 拿着圣天真神的身躯, 去其他的战场, 告诉他们, 无上者败了, 那些人肯定会崩溃的, 我去周天师前辈那边帮忙, 轩哥, 那你小心, 慕容清晨他们关心地说道, 其实, 如果没有夜晨的到来, 他们也不会败得这么快, 他们这些人连骑手来, 是非常强大的, 如今林轩来了, 他们正好, 可以去帮助星辰神女, 以及虚天鼎等人, 接下来, 众人在此缤纷两路, 林轩腾空而起, 踏碎了虚空, 杀相的九天, 那里有着一个更加可怕的战场, 另外一边复活点, 一页经书浮现了出来, 画成了一个金色的小人, 脸色无比的苍白, 他正是圣天真神, 他出来之后, 气得咆哮, 可恶, 作为堂堂的无上者, 他竟然被人给杀了, 重生了,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, 不可饶恕, 更重要的是, 他的一页经书, 竟然都受损了, 对方的剑法, 究竟是什么样的, 剑气为何会如此的恐怖, 而且对方身上, 拥有两种不同的剑道, 一个专攻灵魂, 一个则是锋利无比, 得想办法, 克制对方的剑法, 不然的话, 他还是不是对手, 看样子, 只能够让这些人, 进入飞仙台了, 用飞仙台的力量, 来压制对方, 当然, 他得先找回他的身躯, 不然的话, 他无法发挥出完全的力量, 正想着呢, 突然, 他身边有着无数道身影, 浮现了出来, 这些都化成了白骨, 这些都是阵法师呀, 怎么回事, 怎么会有这么多阵法师陨落了, 难不成, 他们这边节节败退, 该死, 是谁对你们动的手, 圣天真人疯狂地问道, 那些阵法师, 重生过来之后, 看到一个金色的小人, 微微一愣, 等他们听到对方的声音的时候, 他们愣住了, 这是无上者的声音, 无上者, 难不成你也重生了吗, 他们都快崩溃了, 我是被人给偷袭的, 你们不用担心, 以我的实力, 没人能伤到我, 圣天真神撒谎说道, 没办法, 他不能让这些人信心崩溃啊, 只能够给这些人希望, 原来如此呀, 我就说嘛, 那小子, 怎么可能是无上者的对手, 他肯定是用了卑鄙的手段, 周围那些骷髅, 疯狂地咆哮, 随后又说道, 我们也是被那个可恶的小子, 给斩杀的, 我估计叶辰公子, 恐怕也会被他斩杀吧, 听到这话的时候, 圣天战神的眉头, 紧紧地皱起, 没想到林轩的实力, 竟然这么强, 一个人, 足以扭转战场, 不行啊, 必须得抓紧速度了, 他望了一圈, 也没发现叶辰的身影, 看样子, 对方没有陨落, 或许在抗衡, 或许逃走了, 他等不及了, 他说道, 你们随我来, 他想先回战场, 找回自己的身躯, 然而, 半路上却听到, 他的身躯被林轩给带走了, 圣天真神,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, 可恶的家伙, 该死的小子, 你等着, 走, 去飞仙台里面, 什么, 要动用飞仙台的力量了吗, 周围的那些骷髅们, 也是震惊无比, 他们作为阵法师, 知道, 一旦动用飞仙台的力量, 如果赢了, 还是好说, 如果输了的话, 那么飞仙台将会破碎, 他们的天眼大阵, 又会受到重创, 因为这是第二个关键点, 放心吧, 有我们这些人的实力, 再加上飞仙台的力量, 他们根本抵挡不住, 去飞仙台, 这些人虽然重生了, 可都不是巅峰, 实力都受损, 此刻去飞仙台, 对他们来说, 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了, 众人此刻, 都在飞仙台的外面大站, 至于飞仙台的里面, 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, 即便是周天师, 玄天斩灵剑, 和另外两个三品天师, 他们也没有进去, 他们在飞天台的上方大战, 双方打得十分的激烈, 都打红了眼, 可以说, 战斗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, 然而, 却是势均力敌, 双方都有损伤, 不得不说, 这两个天师, 真的是太强了, 更重要的是, 这两个人, 能够直接动用, 下方飞仙台的一些飞仙之力, 不然的话, 他们或许, 还真不是对手, 清玄望向了周天师, 冷冷地说道, 放弃吧, 虽然现在我们势均力敌, 可是, 继续打下去, 你的力量还有多少, 这里是我们的阵法, 是我们的地盘, 你根本无法吸收, 太多的天地力量, 你只能够持续地消耗, 而我们, 不但可以吸收天地力量, 更能够动用, 下方飞仙台的力量, 我们的战力, 会一直保持在巅峰, 此消彼长, 你必败无疑, 周天师的眉头, 也是紧紧的骤气啊, 没想到, 这两个家伙, 竟然这么的难对付,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, 林轩和无上者大战, 究竟谁胜谁负了呢, 如果让那无上者赢了, 再过来帮忙的话, 恐怕他们这边, 就真的危险了, 正想着呢, 一道身影划破了虚空, 朝着他们快速地赶来,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 清玄笑了, 周天师, 看样子, 你要落败了, 旁边的萧若水, 也是冷哼一声, 圣天真神来了, 我们联手, 我看你们怎么抵挡, 圣天真神, 那是不弱于他们的存在, 甚至比拼生命的力量, 对方的恢复更强, 即便受了伤, 也能够在刹那间恢复, 有这样的人鼎力相助, 周天师根本无法抵挡, 周天师的眉头, 更是紧紧地皱起, 他转头望去, 然而, 下一刻, 他却微微一愣, 他发现, 来人并不是圣天真神, 而是灵轩, 逆剑狂神, 第七千四百章, 你, 不懂剑, 三, 周天师笑了, 因为他发现, 来的人是灵轩, 这说明, 灵轩在和无上者的战斗中赢了, 萧若水, 清玄, 他们也是转头望去, 等看到是灵轩的之后, 他们微微一愣, 是你, 这不可能, 你怎么在这里, 你不应该被圣天真神斩杀了吗, 他们真的是太震惊了, 灵轩冷笑一声, 谁告诉你, 我一定会败了, 圣天真神确实强大, 但是很可惜, 他还是败在了我的手中, 很快, 你们两个人, 也会败在我手中的, 灵轩眼中, 绽放着凌冽的光芒, 败了, 这不可能, 萧若水都惊呆了, 对方能够打败圣天战神, 开什么玩笑, 然而, 事实却是, 灵轩就站在这里, 圣天真神, 却是不见了踪影, 小子, 我不管你是用什么办法, 打败的圣天战神, 但是, 遇见我们, 你休想获胜, 萧若水冷喝一声, 他眼中浮现极其凛冽的光芒, 抬手便是一掌, 朝着灵轩快速地杀了过来, 掌心之中, 有着一方阵法浮现, 将灵轩笼罩, 寻天见阵, 见到灵轩被笼罩了, 萧若水冷笑一声, 我以为你多厉害呢, 也不过如此, 接下来, 陨落在这剑阵之中吧, 他从头到尾就, 没有把灵轩放在眼里, 在他看来, 灵轩能够出现在这里, 也是用了卑鄙的手段, 偷袭了圣天战神, 不过, 对方的那点手段, 在他面前, 根本是不堪一击, 灵轩被悬天剑阵笼罩, 眼中, 也是浮现一抹不现, 在我面前施展剑法, 你配吗? 让我告诉你, 什么叫做真正的剑法吧? 灵轩手一挥, 悬天剑阵中的那些悬天剑气, 竟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, 随后, 他们落在了灵轩手中, 仿佛在想灵轩沉浮, 这怎么可能? 萧若水见到这一幕的时候, 蒙了, 他的阵法, 竟然被别人给轻易地掌控了吗? 如果说是周天师, 拥有这种实力, 他还相信, 可是, 眼前这小子, 根本就不是阵法师呀, 他怎么能够, 掌控悬天剑阵了? 灵轩笑了, 我承认你的阵法很强, 但是, 很可惜, 你根本不懂剑法, 你对剑道的理解, 真的是太垃圾了, 我都不好意思打击你, 你施展的, 也叫剑道吗? 你对于剑道一无所知, 萧若水都气疯了, 作为高高在上的三品天师, 谁敢说他弱? 他的悬天剑阵, 威力多么的可怕, 曾经打败过真神, 这也是他的绝世剑阵呀, 怎么在对方面前, 就变得不堪一击了呢? 尤其是对方的话语, 更是冷嘲热讽, 直接打他的脸, 说他不懂剑道, 说他无知, 该死的家伙, 你会付出代价的, 萧若水气的身躯都颤抖了起来, 小子, 你是在挑战我吗?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, 萧若水疯狂咆哮, 他的眼眸之中, 爆发出两个神秘的符文, 竟然化成了一个阵法, 瞬间杀向了灵轩, 这是灵魂阵法, 能够直接将敌人的灵魂秒杀, 可谓是杀人于无形, 看你怎么抵挡, 萧若水冷笑起来, 天道之谋, 上苍之剑, 在灵轩的头顶, 浮现了一个苍天般的眼睛, 他的目光落下, 直接化成了最锋利的神剑, 劈碎了天地, 你的阵法, 还真是弱得可怜呀, 之前我只是怀疑, 你不懂剑道, 如今看来, 不仅是不懂剑道, 你恐怕也不懂灵魂吧, 可恶,可恶, 萧若水真的要崩溃了, 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抓狂过, 作为三品天师, 他高高在上, 就算是真神在他面前, 也得以礼相待, 从来没有人, 敢在他面前这样撒眼, 对方竟然看不起他的阵法, 他是真的怒了, 他对着旁边的清玄说道, 周天师就交给你了, 这小子交给我, 我知道了, 用不用, 我帮你拦中他把剑, 旁边的清玄沉声问道, 不用, 我能应付得住, 一把破武器而已, 我会将他封印的, 至于这小子, 我会让他生不如死, 说实话, 萧若水最害怕的, 就是周天师的偷袭, 如果周天师被人拦住的话, 他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, 他会全力地对林轩出手, 旁边的清玄望向了周天师, 说道, 来吧, 你我的一战, 还没结束, 他们两个人飞向了远方, 相互打出了很多阵法, 笼罩了天地, 形成了一个空间战场, 见到周天师的身影消失不见, 萧若水冷笑一声, 小子, 待会儿看看, 谁还能救你, 林轩笑了, 你还真够愚蠢的, 难道你以为, 你能够压制得住我, 说实话, 我觉得, 你比圣天真神, 还要弱一点, 更重要的是, 你把玄天斩铃剑留在了这里, 难道你不知道, 我是绝世的剑客吗? 就凭那把破剑, 打了半天, 他也奈何不了我, 说实话, 我想要封印他, 也很简单, 萧若水冷冷地说道, 玄天斩铃剑也是怒了, 该死的家伙, 小子, 我们两个人联手, 让他知道我的厉害, 他飞了过来, 来到了林轩面前, 林轩手持玄天斩铃剑, 眼中爆发出极其领略的光芒, 这把剑, 可不是什么破剑, 这是一件绝世的神器, 林轩感觉这把剑, 比他的诸仙剑还要可怕, 他剑指前方望向了萧若水, 冷冷地说道, 你信不信, 我一剑就能够劈开你的阵法, 不管你施展什么样的阵法, 都挡不住我的一剑, 这话真的是太嚣张了, 要知道, 萧若水是什么实力, 他的阵法是多么的可怕, 虽然之前的两个阵, 法被对方拦住了, 然而, 那并不是萧若水最强的阵法呀, 萧若水杀气腾腾, 就算是圣天真神, 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, 他准备施展底牌, 星辰照青天, 这个阵法, 威力极其的可怕, 萧若水手掌结印, 一个个阵法符文, 在他的手中凝聚, 飘向了四方, 融入到了虚空之中, 整片虚空, 快速地晃动了起来, 没多久, 这方天地, 彻底地就暗了下来, 原本晴空万里, 此刻, 却是黑云压城, 光是那股压力, 就足以让任何人绝望了, 其他空间战场的人, 虽然看不到凌轩他们的身影, 但是, 却能够感受到, 这股恐怖的气息, 他们都感受到一股压抑, 似乎身躯都快被镇压了, 好可怕的阵法, 网声音的那些阵法师, 感受到这一幕的时候, 却是激动了起来, 太好了, 是三品天师发怒了。